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讲有人喜欢商圈啊 但是也有人喜欢大公园 没错 我们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案子呢 我们要介绍的是新北市领口区的建案九阳华冠 它基地呢就是位在这个七千多坪的这个福伦公园的旁边 这个很厉害 对 面公园很绿 那另外一个案子呢 我们也要介绍不但很绿 又有这个智慧的这个规划这个案子 这么厉害 没错 那就是远雄建设呢 在中和区推出的远雄锦绣园 好 再来镜头往南移呢 我们要看台中市太平区呢 有一个四面临路的首购案 叫做树幸福 诶 我跟你讲树幸福啊 你听起来就很绿对不对 没错 我跟你讲再往南一点呢 我们要看到高雄区的建案 这个建案呢 是位在凤山的鼎心重画区里面 大家会不会想到是那个鼎心 不会啦 同名啦 但是性质是不一样的好不好 这个顶心重画区里的这个建案呢 它就只有一个字 叫M 它的案名是一个字 但是它的价格呢 也是一字头哦 M 真的是蛮有特色的名字呢 你有需要把它发音发成这样子吗 OK 讲完今天的精彩内容呢 我们回来 现在所在的呢 就是日建月这个案子的第一户48坪的食品屋 然后呢 它的这个旁边呢 就是正义国小 正义国小 它周边是不是 它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食物 没错 对不对 因为刚刚你一直吵着 你想到什么 你想到什么 你刚刚不是一直吵着跟我说你想要吃什么 没错 这边除了正义国小的这个动剧以外呢 还有 五灯奖猪脚饭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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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怎么会这样 其实那是刚刚我们就是制作团队里面 大家就一直在讲说 哎 这周边有一个猪脚饭很好吃 等一下 一定要去吃等一下 而且是大牌长龙的那种 好可怕哦 好啦 我跟你讲 除了五灯奖猪脚饭之外呢 其实日建月的周边啊 机能manymany的多耶 没错 才不止猪脚饭呢 我刚刚用manymany是不是有点怪 因为你被那个m字 是不是 应该是veryvery的多啦 好啦 那日建机构呢 除了现在这个案子以外 之前也在三重区推出的指标案叫做日建生 那现在呢 又一个指标案呢 就是现在这个日建月 兄弟案啦 没错 究竟是它的规划怎么样呢 我们先透过影片来给你一探究竟哦 请看 热闹的商圈 诱人的美食小店 以及活力十足的国小 没错 今天今天想先看来到新北市三重区 而一旁呢 就是指标城屋新案 日建月 新案子由知名的建筑师呂建勋打造新古典风格 一旁正式老学校正义国小 以及往外走的正义北路商圈 十分热闹 而个案本身的休闲设施呢 也非常丰富 日建机构日建月 基地544坪 位于三重区 信义西街 一旁正义国小提供辽阔洞聚 商圈则连锁店聚集 公社路线也多 不过尖峰时刻较容易塞车 基地距捷运菜辽站及台北桥站 步行距离都不远 开车过个桥就是台北市 日建月建筑外观由吕建勋打造 才新古典风格 外观有飞檐设计 十米基座采用钢石 池安也获得第16届国家建筑金指针 日建月是少数的市区 个案当中规划像降气派的迎兵车道 下了楼不用淋雨刮风来等车 只要请物业打通电话叫车 出门就可以出发 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去社区看看 还有哪些公共设施 这里就是社区的大厅 这个大厅它挑高6米 十分的有气势 而一旁呢就是宽阔的交仪厅 要摆放数个沙发以及桌子 让你接待客人的时候呢 可以轻轻松松的在这边聊天 再往里面走呢则是 Lounge Bar的区域 未来呢将会有专人在这边服务 例如你下午呢 假日的下午想要在这边喝个咖啡 吃吃下午茶 是不是很悠闲呢 社区采用电子磁扣管理 包括壁下 分锁的信箱就会感应打开 以及电梯感应后 会告诉你有挂号信 要领取 车道的入口则采一探感应 唯有住户车辆才能进入 保障安全及隐私 全岸规划纯住宅零店面 标准层一层八户 户数较多 但建筑才公自行 将四户四户隔开 18楼以上 则可以缩为单层四病 建者现在位于边间三房的食品屋 这一户呢是41屏的一户的房型 那这个案子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户户的房间 都有开窗通风采光 那么这里呢 往内走就是一个独立的餐厅空间 餐厅旁边则是厨房 厨房采用一字型双排的柜体 那么附设樱花牌的厨具 以及樱花牌的餐机 那么右手边呢 则有一个面宽大约是3米6的客厅 窗外的采光呢 由于旁边的建筑物大约是四五层楼 所以只要是以上的户别 采光都是十分通风良好 拥有很辽阔的动具 再往内走则是私领域空间 首先左手边呢有规划一间卫浴 虽然它没有开窗 不过它还是规划干尸分离给你哦 那么右手边跟左手边 这两间的次卧呢 各自都是有开窗的 这里面呢则是主卧的空间 主卧由于这间是边间 所以它是双面开窗来采光通风哦 最后这里规划一间独立的更衣室 里面呢就是主卧卫浴 主卧卫浴 附设HCG 超级马桶以及浴缸等 换了一间我们来到屏树小一点的FHOO 26屏10屏屋 虽然是小屏树 但还是有附设厨房以及双口炉等等的配备 那么往里面走呢 右手边有一间卫浴 它有附设SuperLED的免制马桶给你哦 那么在这里呢则是一间主卧 当然它是有开窗的 而这里呢就是客厅以及整个公共空间 当然可以规划像这样的收纳 可以让儿童在上面爬来爬去 下面呢慢慢还可以收东西 这户也就是广告户 26屏含冷气及装潢 总价1388万元 全案贷款可达8成 自备2成 目前已成屋 公社和多间食品屋都盖好 等你看屋哦 周以馨周志昌采访报导 刚刚影片里面有看到 我们是看比较中小屏处的产品 对 那么现在来到 稍微大间一点点 不是因为刚刚小间的看不过瘾啊 没错 我们来看大间一点 48屏4房的这个食品屋 眼前低户 对不对 好我们从玄关走进来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个 这边呢立刻就是这个厨房的部分了 它厨房呢 它一字形的这个厨柜之外呢 它还附有这个櫻花牌系列的厨具 像烘烂机啊 然后瓦斯炉等等 对而且呢 它直接连到这个后阳台 其实后阳台给的很大方 真的 因为它给的那个宽阔的空间啊 真的可以晒下非常多衣服 还有摆很多杂物 然后在那边休息 哈哈哈哈 好啦那这个中岛的部分呢 它这个食品屋的部分 也特别隔了一个中岛 那中岛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吃吃轻食啊 或出菜啊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怕油烟的话 这边其实也是可以隔起来的 就看你怎么规划咯 嗯哼 那再过来呢 这边是餐厅 先到餐厅的部分 一个蛮独立的空间嘛 你看放一个长长的桌子也蛮够的 那我们在接下来看到的是 我们身后的这个就是客厅了 客厅 不是重点是 它后面这个动具也太大了吧 对就像我讲的 这个案子就是主打嘛 它面正义国小 以及这个旁边的新义西街 所以它整个动具是非常辽阔的 而且新义西街上面 是不是还有一排这个 是椰林大道吗 就是因为它的国小外面 就是用一排 种一排那个椰子树啦 所以看起来有种大道感 非常的宽阔 非常的舒服 没错 那我们再继续往内走好不好 没错 那在往内走的部分啊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这边呢 这一个隔出来的空间 其实是书房 但是呢 这个书房你看 从这天花板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可以隔成一间房间的 而且它是有开一个窗户喔 OK 所以是这个空间上面利用 是看个人啦 看需求 就如果你家人比较多 需要再多一间房间你就做房间 好 那左手边的部分呢 是一间次卧 那次卧的部分呢 它其实因为它柜体 都已经帮你实实在在的隔出来 所以也有给你收纳空间的参考啦 来参观一下就知道说 开窗这样收纳够不够 好那再往后走呢 分别就是这个公用卫浴 然后还有左右两边都是 也是一间次卧 对对 左手边这间是次卧 这间次卧是放得下一整个双人床耶 哇塞 而且它是双面开窗对不对 双面采光 超好的超大方 就醒来的时候就很亮有没有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主卧的部分好不好 主卧的部分也不马虎喔 而且主卧我真的说实在的 采光超级好 连卫浴呢都是双面开窗耶 卫浴双面开窗真的很奢侈耶 我们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产品 那它同时也是附这个免制马桶 等等的配备啦 我说真的啊 其实啊 这个社区的规划啊 它刚好就是面这个国小 这个动剧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硬生生就是比别人宽阔很多 而且呢 它周边因为都是老房子的关系嘛 所以呢 你在高楼层的时候 采光一定超好的 一望无际 没错 我跟你讲 虽然说面国小呢 当然永久动剧跟采光 当然是很好 不过呢 下一个案子呢 面7700坪的公园 嗯 嗯 不是该的 已经不是嗯了好吗 嗯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个建案呢 是在林口区的九阳滑冠 它呢 除了有面对这个7700坪的 这个林口的福伦公园之外呢 它距离这个三井凹雷也很近喔 最夯的对不对 对 未来如果你想要逛三井凹雷的话 也不用担心说 你还要跟这个观光客一起塞车 因为你走路就可以到了 就是很优雅在那边散步过去 很舒服 没错 那九阳建设 他们过去的案子呢 都是走这个欧洲fu的路线 有点贵族气息是不是 对那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那我看他们官网上面有写 就是有雕花柱啊 有尖塔等等的元素 想要享受贵族的气息的话 我想来九阳滑冠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没错 那么我们就先透过影片 来看看这个案子的细节规划 请看 请看 今天建安抢先看来到了新北市林口区 记者后方呢就是7700坪的福人公园 今天要介绍案子就是在福人公园旁 主打公园第一排有多近 我们走给你看 是的记者秒到的地方呢 就是九阳滑冠的基地 它正对着福人公园 规划二到三方的产品 总加在1080到1850万元 九阳滑冠规划独栋建筑 预计2019年年底完工 基地位置与福人公园 只隔着30米的中校路 离公园近近的 生活品质好 还有现在红道翻的三井凹类 光明牌解便宜吃美食 想住吗 先来看看九阳滑冠内部规划 该案一层8户共有两部电梯 AP户42屏 BC户28屏 GF户27屏 EH户41屏 2到3房格局 自备款分为定欠10% 开工2% 工程期8% 教屋5% 共自备25% 现在我们来到九阳滑冠 41屏H户的样品屋 透过下方的加费度 你可以看到一进来是餐厅的部分 餐厅可以摆放一个六轮座的席食餐桌 接着是客厅的部分 客厅楼高是3.1米 面框是3.35米 蔚来H户的采光面是面社区的中庭 没有林房 景观跟采光不会受到影响 现在接着位置就在厨房的空间 透过下方的加配图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柱子的部分 因为有柱子好像显得厨房是比较小一点 不过它还是规划了双排的橱柜 品牌是德国的Arno 然后标准配备有林内的双口炉 抽油烟机跟烘碗机 还有催放器 还有Spago的微波烤箱 主卧部分采低台度大面窗 采光家 其中H户三房格局 规划两间卫浴皆有开窗网 还有一个设计上的亮点 一般我们会在主卧卫浴规划浴缸 它反而是规划在客用卫浴 而主卫卫浴则是采用一个领域的部分 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蒸汽机 所以只要关起门帆 我们就可以轻松在家里做精油死包喔 卫浴标准配备则有 Collar免资马桶 Hescoe 订温楼头 通通都是坐飞机来的 早一天来逛逛林口奥雷 也别忘了多走几步路 来九阳皇冠看看房子吧 记者比武节中场采访报道 诶 刚刚九阳华冠的影片里面 我们影片一开始就听到说 7700平的公园有看到 对 然后林口三井奥雷也有看到 但我们都忘了一件事 忘了什么事啊 就是去年就开幕的新晋广场啊 我知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能 对不对 没错就是里面有很多连锁的商店 然后购物的这些 还有林口的第一座电影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国冰影城 反正春天夏天也就快到了 没错 新晋广场去到那边就新晋自然凉 Oh my god 这不知道是我们几集之前的老梗 老梗才有力好不好 这是经典梗 OK Classic 自然凉不一定要新晋 自然凉要怎么办 就要去河岸吹吹风啊 Riverside 你确定你的新梗游比较好吗 不是我在讲实际上就是如此 好不好 好啦 说到这个Riverside啊 其实在新殿溪的这个Riverside 也就是华中桥西侧的重画区 俗称左岸重画区 像远雄建设呢 在这边就有一系列的这个造证推案 没错 像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造证案呢 就叫做锦绣园 哎呦 听起来很古典耶 适合古典美人去参观一下 对 真的有种贵妇的FU 不过呢这个案子是 规划小坪数的产品 对 那么总价呢2000万元起 而且呢已经成屋了喔 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跟着 外景主持人小碧一起到左岸去看看吧 请看 这要等烟雨朦胧的河岸景观 今天要来介绍 与台北市仅有一桥之隔 錦铃新电溪华中桥西侧重画区 面积约18.9公顷 远雄建设在该区 推出左岸系列造证案 低贱密率 生活秉执棒棒 而且打出12i智慧城 连社区安全也是走高科技的喔 这一棵粗粗的就是i-code装置 中间的三个钮分别是摄影机 对讲机及紧急求救钮 童话区里共设置23座 半夜走在路上就不会夜观光心慌慌 介绍完童话区里面的特色 我们今天来到远雄建设的景秀园个案 它是规划两房的割居 是该童话区少见的小坪数个案喔 总价是2000万元起不含车位 该案为三面零路分别是 中原5阶 中原2阶及中原7阶 程话区里皆扩整齐 但生活技能较差 现阶段还是得倚靠附近中山路 及三面路商圈 想买东西就得花上一点时间喔 学区则是光复国小 美雄锦雄园 规划独栋建筑 休闲设施 踩日式京都风格 一基本就是跳高清明的大梯 配上新阵子展现日式精致 越来是踩原木设计 灯光明亮 还有儿童游戏间 宽敞的空间 可爱的Lodi陪你玩喔 室内一层七户 共用两部电梯 边间双面采光 群一户边为安面采光 平室为33到35坪 存两房的格局 我们现在来看看 景秀园内部的规划了吧 像记者位置在A1户 35坪的食品屋 在一进来 在记者的左手边 就是厨房跟餐厅的空间 可以看到下方的虾配图 它原本规划只具有四人座的餐桌 不过现场呢 它是规划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小吧台的设计 然后在吧台的后方呢 就是厨房 厨房搭配BEST的抽油烟机 还有三口炉 SWACO的蒸烤箱 及喜特利的电器柜 接着我们来看看全家人 最常相聚在一起的客厅空间 客厅部分 楼高是3.5米 面宽是3.35米 然后连同前阳台的部分 前阳台则是面10米的中原五间 想永久的动具 等等 刚刚提到了12爱科技 这里也有喔 每户设有与中华电线合作的iPhone系统 触控面板可调节家中噴光 像是剧场模式自动把灯光调按 关上窗边暗暗的就可以看电影咯 现在我们去别的空间看看吧 主卧部分 採低台度大面窗 採光家落在高龙城 景观也不受影响 两半道具 虽然只有一套卫浴 不过还是有开窗 老且规划干细分离及浴缸 正好搭配S-GoHit的丁文龙头 跟Toto免兹马桶 想要体验高科技社区规划 赶快来锦修园吧 记得B5捷彭文艺采访报道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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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